屁股那边有一块皮肤好像不太正常 这个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打风布里 碰 张了一枝鸡一样的东西 张在打风布里上 屁股被张了一下子 张在打风布里上 现在我看到的是身体暖暖的 那个鸡是没有把打风布里打睡觉 然后测试的时候 话说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他们测试也是用鸡来炸 炸那个布里的四个 碰 一炸以后就啪 又像布里就睡觉了 那个布里只炸到后排 每次都测试不合格 每次都测试不合格 后来怎么办呢 这家公司不合格的公司就向那个 合格的那家公司要买一点技术 买一点那个技术 要买一点技术 那准备要 就是问他们你们怎么测试的 为什么你们测试就通过了 我也是同样的公益 为什么通不过 而且我订的那个布里 飞机上的布里 从你们订的布里 是同家厂家生产的 为什么你的那个布里 测试通过 我的布里永远通不过 后来有人告诉他 他当然要付执行费了 要付个几百万美元的执行费了 付个那家叫马金公司 付给他 付给他一个 后来那家测试公司就告诉他了 就给他一张小纸 就写了这箱子 你应该把那个技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应该要解冻 测试的时候 他是像个炮 一样的炮筒一样的 喷 打出去啊 我前面那家公司 只是打着那个火机啊 或者是刚死的 身体软的 后面那家公司 打出去 是那个冰箱就激动的 动的 动的话 一个硬块的话 很重的喷 打到布里上 肯定睡觉了嘛 那个啪 打过来 就那个 站到那个 打碰布里上的感觉 这个 在我屁股上面 有一小块 就像那个 一个一个 这个小指 这个指甲的呢 这么一块 就是一个G的 打过来 表示一个G打过来 就打在那边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 再见